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 opinion 然后他要走很远很远才到那个档口 所以那一次我就觉得说 为什么大人赚钱那么辛苦 那一次我印象得非常深刻 我记得我的人生中的第一辆车 是一辆二手的汉车 当时候我的生活是非常的节俭的 然后我都计划我每天的早餐 是吃不多过两块钱 然后那一次同样是下班时间 然后路上很塞车 然后又下大雨 最倒霉的事情是 我的车还水滚 然后我必须要把冷气给关掉 然后把车窗给搅下来 那因为我怕雨水太大 会喷湿了我的身体 所以我只可以脚下小小的细缝 然后我一面开车 我就一面呼吸 花了我三个小时 我才回到家 当时的我就做了一个决定 我一定要改变 我一定要过更好的生活 直到有一次 我的哥哥拿着产品回家的时候 其实我就觉得说 好像有什么事情这样子 后来他就开始邀请我去听一些会议 我去了过后呢 我很惊讶的是 当我听完整个会议过后 我找到了我人生的解决方案 那时候我第一次做邀约的时候 其实我打了20通电话 那20通电话呢 其实20通电话都被拒绝 其实每一次的拒绝都会让你更加的成长 然后从每一次的拒绝 如果你都可以更提升你自己 更成长 然后你学到一个经验的话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成功的过程 从事New Skin几年过后呢 我母亲生病了 她患上了癌症 那段时间呢 我经常要陪她去做化疗 我回想 如果当初 不是因为我做了一个选择 我根本没有自由的时间 去每天的陪伴她 每个人的父母 都有离开的那一天 我很感恩 我母亲最需要我的时候 我可以陪伴她 走完她人生最后一段旅程 我答应我母亲 我一定会在New Skin成功 还没有加入New Skin之前 我和我的先生是分隔两地的 可是从事而如心过后呢 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在一起 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故事 我们的改变 去帮助我们身边 我们更多的朋友 也去改变他们的生活 然后很开心的是 也可以跟我的哥哥 一起经营New Skin 我们一起谈梦想 谈未来 谈我们的人生 我觉得New Skin 它不是一个人的事业 它可以是一家人的事业 感谢New Skin 在我人生低潮的时候 带我走上人生成功之路 感谢New Skin 让我可以进最后一份孝道 以成功纪念我的母亲 感谢New Skin 让我可以和我老公每天在一起 感谢New Skin 为我和我的家人的生命 带来美好的转变 人生可以这么美好 旨在一个明智的选择 你做了选择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